2001年 中国再次把目光投向了青泛高原 投向了那条停止在昆仑山下的铁路 我们铁路人 为了建造一条世界一流的高原铁路 聚集起一流的人才 一流的设备 又一次向昆仑山 向青藏高原奔来 经历了24年的风风雨雨 今天的我们 已不是当年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多谢观看 父亲 我们又回来了 你们不要活来啊 我让你受不了了 冷静点 好不好 你不要走 你都活在我做不了主 这银子萝卜一个坑 谁走了都应该崩承大 这不干你的事 指挥长 慢慢说 这只高原气短 有啥事抽签别急吗 咱不干了 这个地方是要死人的 喘不上气 心口堵得厉害 每时每刻的脑袋疼 头都快炸了 钱给的是不少 可命更重要 你说得对 每个人身体情况不同 高原反应的确太大的 不要硬撑在这 有谁实在干不下去了 都可以走 每天供应的氧气不足吗 现在氧气运到这 已涨到一千块一瓶 不够几个人用的 每天不停地运 也供不上这么多好人 工程进度 根本上不去 请大家再坚持一下 总公司 已经订购了高压养仓 咱们当年为这条铁路 倒下了那么多人 也没有出逃兵 那个时候他们都太傻 为了那个空空的理想 就丢了命 如今到哪都挣钱 搭伤命的事 那只有傻子才干 你怎么样随意 说你不许侮辱烈士 陈医长 走吧 这样下去 陈医生快垮了 这个事卡住了整个工程 人顶不住 一切都得扯淡 你怎么不走了 我说我丢不起个脸 留下来就好 我不是怕吃苦 出来住食侠礼 本来都是来吃苦的 我把把病在床上 没得人照顾 但是再苦再难 要有个脸子 不能让人家说是逃兵 对不起领导 快上救护车 慢养器来 周委长 你刚才说的高艾养仓 什么时候 工程结束以后 我等于调回场面 得进进父亲的职责了 孩子两岁半了 只见过三次 我怕他长大的对我没感情 干咱们这行的 哪一个不是欠亲人一生的情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显然是钱表层的 是养护不当造成的 指挥长 指挥长 那压力0.017 与指挥要求几乎一致 只差0.0 差0.01 扎得了 指挥长 我 我觉得 扎得了 扎得了 这点是至于吗 这么大的工程 全都是优质 有这么点问题 根本就不会影响安全吧 将来这儿要是出了问题 让火车从我身上开过去 别叫了 高原上不可以发火 我是藏族 我怕什么高于反应 我有个主意 用强力三合剂冲天缝隙 理论上应该能打标 三合剂的使用寿命是多久 大约十年佛 大约十年佛 要是一反攻 每个工人 就得损失八千块钱 光是一车水泥沙子 从昆仑山下运到这儿 就得跑上三百公里的路 弟兄们没日没夜的 不容易啊 这是高原 正因为是高原 是世界上一流的高原铁路 每个人损十八千块 你算过没有 为了这条铁路 全国的老百姓拿出了三百个印 不是当个表面光溜溜的驴粉袋 给人看过就完了的 只要经得起一百年的风雪 和强烈地战 这不是为了一条裂缝 是为了尊严 咱几代铁路人用生命 换来的尊严 一眼 来 滚 走 还行 算上养护器 刚刚能赶上 功成不轨的最后期限 只是 咱们从功成进度第一 一下子变成最后了 近生今世 功名多少 都是过眼烟雨 指挥长 您家里电话 您母亲病危 不要犹豫 一个人一生就这么一次 敢明天一早的飞机还来得及 盖上保温板 保时在三度左右 这东西一动 就报废了 运保温板的车正在路上 明天一早就能到 这地方天气变化太快 谁也说不准 先盖上草帘和扇布 你快走吧 我会安排好的 下雪了 停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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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过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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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州叫你来 下骨毛鸭 是 可是 你把我俩的车还没有到啊 快点 还没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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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拿免费啊 抓住城市 快去 抓紧 有城市快去 城市就完了 只是 习惹 上海 没 你来干啥 你在干啥 我就干啥 千万不能感冒了 会没病的 这样下去 大家都会感冒的 没办法 你只好拼一下 我去拿奥发给大家 好 别忘了 再烧一锅姜汤 好 来 喝点 赶紧